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终身创造力 第四章 改变 螺旋上升还是螺旋下降 几年前 我曾受聘于一家行业领先的跨国消费品企业 公司品牌涉及家用 医疗 及个性化产品 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给一名员工博纳多做心理辅导 这位业绩出色的市场总监当时升任北美地区总经理的位置 公司希望在他任期三年间扭转该地区营业亏损的状态 公司许诺 如果博纳多表现突出 未来将为自己争取到高层领导的一席之地 博纳多满怀激情与期盼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甚至带着写满了一笔基本的新想法等着去实现 然而两年过去 那些最初的梦想基本没有付诸实践 销量依旧停滞不前 甚至在有些领域不增返教 公司高层注意到之后 进行了经营团队的重组 将博纳多调离了北美区的岗位 博纳多因此一蹶不振 事实上 他的上级并非异常不满 博纳多调回总部后的新岗位反而拥有更多的全球决策权 但问题是 在此之前 博纳多在事业上从来点时成金 当职业生涯的一次巨大挫折来临之际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失败从来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 虽然我们总是不断讲着那些励志故事 比如托马斯 爱迪生在成功改进灯泡之前失败了多少次 麦克尔 乔丹又曾错过多少发制胜头球 但我们从不希望失败降临到自己头上 如果心态足够积极 我们能将不愉快抛之脑后开始新的生活 而如果心理落差太大 我们就会产生类似博纳多的情况 反复质疑自己的能力和贡献 正如画家作画之时身上难免见上颜料 具有胆识之人生活中很难不历经挫败 何况只要合理利用创造力 就一定能得到最佳结果的期盼也并不现实 哪怕不能避免失败 我们也至少能够保持自己坚持创新的尽头 不因偶尔跌倒就放弃起身奔向成功 什么是成功螺旋塑造成功和失败 并不仅仅靠我们的经历 有时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些经历 通常我们的大脑内部会根据革新过后的实际情况形成参考点 正如下图所示 成功螺旋始于我们开始挖掘内在潜能 著名作家史蒂芬 科维将创造区分为心智上的和实际中的 他将前者称为一次创造 后者称为二次创造 我们挖掘的自身潜能越多 象征着我们想法涌现的一次创造就越强大 接着我们通过行动将一次创造向代表着革新的二次创造转化 正如之前所说 革新可能涉及各个环节 产品 服务 生产方法 营销概念等等 只要能够提升公司的竞争力都包含在内 接着我们的大脑会基于革新实施的过程产生参考点 如果二次创造能够成功 这些参考点就会强化我们自我肯定的信念 而这些信念会促使我们进一步下大力气开拓潜能 激发更多的新想法 相反 如果二次创造失败 大脑所创造的参考点则会加强我们自我设限的信念 这种信念会使得下一次的循环中 我们所能挖掘的潜能大大减少 或许我们从一些生活当中的其他例子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何谓成功螺旋 在篮球赛场上 如果其中一个队员屡屡投重 那么整队气势都会自信且昂扬 生意场上 我们会在盈利的领域加倍投钱 如果我们在一段关系中全情投入 我们的朋友会乐于将我们介绍给更多的人 那么有关创造力的成功螺旋通常又是怎样运转的呢 在适当的条件下 创意能够延伸和拓展 创新想法所带来的激动与自信能扩散至一同工作的每一个人 正如比赛中一个篮板球或一个触地得分所给予球员的那样 如果环境允许 创意不但能自我充电 甚至还能够点燃他人头脑中的星星之火 创造力的成功螺旋通常这样运转 一次创造中先靠激发前能刺激一系列独特而又真实的想法产生 随后通过二次创造 使其变为现实 如果创造结果能够得以推广 许多此前从未想过的各个层面的革新 也许就会随之而来 更多的人才将会加入这支队伍 毫无疑问利润也会随之倍增 这样一种循环同样能够使 我们大脑形成积极的参考点 从而为未来的潜能激发打下坚实基础 如果我们明白成功螺旋循环的过程中 多面临的一些挑战 以及每个环节之间如何过渡 那么我们就能保证 这一螺旋沿着正确的方向高速运转 所以当面临挑战时 我们应该如何保持住创新的势头 如果你曾试图推出新产品 或是采取新的营销模式 那么一定不难理解实践过程中 总会碰到很难认为控制的障碍 最终 很多在一次创造中 看起来绝妙的想法 无法如愿坚持到二次创造 就算坚持到了 也未必能成功推广 只有合理化解所面临的挫折 才能使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 成功螺旋会 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停转 技术问题或者误解都可能导致二次创新流产 对市场的误判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错误预期 同样会有相同的结果 有些时候竞争对手好像就是运气更好一些 哪怕技不如人 我想大概所有人都会赞同 Betamax的产品比VHS质量好太多 但在DVD摔落以前 VHS确实数年占领家用录像机市场 美国总统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 曾在珠湾入侵事件之后 说过一句治理名言 成功的原因千千万 而失败只归咎于一点 但有时失败真的不是因为哪一个人出错 它不过是生活当中无法避开的一个环节 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选择 从中汲取积极的一面还是消极的一面 决定成功螺旋未来上升还是下降的决定因素 是我们如何处理各种形式的失败 伯纳多在北美任职期间并无过错 仅仅是消费者不买账而已 并且结合当时的实际经济形势 他的上司也明白了将伯纳多放在总部 会比放在地区市场更能发挥他的价值 在我辅导伯纳多时 他被任命掌管公司最重要的品牌之一 当时该品牌销售量持续下滑 伯纳多通过操作一些我所提供的具体技巧 开始将关注点放在那些可以强化自我肯定的信念 以及增加潜能的积极参考点上 不但从此遏制住了品牌下滑趋势 还在之后彻底扭转了支降不增的局面 通过推广这些创新想法 他吸引到了实力更强的团队 得到了研发部门的大力配合 并且与企业高管层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虽然花了一段时间 但伯纳多最终认识到了岗位变动 不是在否认他的能力和价值 相反可能是他为公司做出更多贡献的契机 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讲到辅导伯纳多以及其他客户时所用到的具体技巧 螺旋下降商业领域的螺旋式下降很可能引起较大动荡 比如第一章提到的博德斯集团 就是在日后逐渐落伍的商业模式中陷得太甚 越是增加店面 累积的债务越多 直到最后无力回天 成本上升的确会导致问题重重 但有时反其道而行 未必能成功绕过螺旋式下降 一家中等规模的房屋中介 在市场需求下降时解雇了大部分员工 只留下接待人员以节省开支 9个月后 公司迎来一笔大单 接管30处银行贷款抵押房 如果抓住这一机会 能够抵得上公司一年的业绩 可惜由于裁员 公司已经没有能处理如此大量订单的业务云了 除非减少接管量 否则公司接不下这笔订单 在创意实施的过程中 螺旋式下降出现与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我们如何应对革新时 那些无法避免的失败 当想法不能按照我们所预想的那样付诸实施 当我们在解决设计问题 或是构思可行的商业模式时 卡壳 失望甚至沮丧的情绪很难不足以袭来 正如博纳多在北美任职期间所感受到的那样 如果此时你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情感 将注意力放在积极的参考点上 你就会下意识采取一些规避风险的举动 结果就是在日后实施创意时 你会持续退却 想法也随之变得倾向于安全 而非大胆以保证成果 更容易预测和控制 安全的想法本身并无过错 只是如此一来创新模式就越来越难实现 创造力逐渐被压制 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还记得创意涌现需要靠我们脑内的化学物质平衡吗 当我们用恐慌回应失败 自然就进入了战斗还是逃跑的心理 选择状态 大脑会自动倾向于降低风险 也许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 伯德斯以及柯达在面临产业革新时 依然选择退回之前的经营模式 这种行为非常不可理喻 但这就是受恐惧支配的结果 就有模式不但轻松还能抚慰人心 而这正是充满皮质醇 以及其他压力激素的大脑所需要的 虽然有无数的明言警句 在阐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道理 但重复背诵这些话 无法阻止我们脑内的化学物质急剧变化 也无助于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失败 虽然动机心理学一直致力于说服 我们通过不断的自我肯定能够解决问题 但研究表明 现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相反对于那些处在沮丧和焦虑中的人 只是简单的 重复自我肯定是有害无力的 研究人员声称 当这种自我肯定的论断 与人潜在的自我认知相冲突时 只会加剧他们的消极观念 而非促使他们加以更正或改变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倡导的是否认或压制一些消极的想法 而不是坦然面对主动解决 为了避免螺旋式下降 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纠正潜在的自我认知 并真正理解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 理解并规避螺旋式下降 我们知道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和表演家 都将创造力视为一种不受约束的外力 而非与生俱来的内在能力 在他们看来 这种能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远远超过自身所需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敞开身心接纳这种力量 同时尽己所能扫除吸收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阻碍 先不论每个人是如何理解创造力的 我们先仔细研究一下上述观点 首先在上一章也曾提到过 上述观点强调的是 创造力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如果创造力源源不断地涌向我们 那么我们就不能再找类似我的创造力 不够我想不出什么好点子这样的借口 而转为思考到底是什么 阻碍了创意袭来 我又该做些什么来消除这些障碍 我们自身特性是固定有限的 还是无限可变的 这一理解上的区别将会大大影响我们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维克 曾花费数年研究自我认知 如何影响人的成就及幸福 在他看来 如果我们认定才能、智慧、创意等品质 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 我们就会在面临挑战以及发展机遇时退缩 相反 如果认为这些品质能够后天培养 我们就会更加努力并有效地应对挫折 德维克将第一种认知称为固定性思维模式 Fixed Mindset 第二种则是成长型思维模式 Growth Mindset 德维克教授的研究发现 十分有助于解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失败 正如他在《心理定向与成功》一书中所说 在一个品质既定的世界里 功不过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你所做的只是证明你自己 而在一个品质可变的世界里 你需要拓展自己学习新的领域 你所做的是使自己成长 如果生活在既定的世界 失败意味着面临挫折 成绩不好 输掉比赛 被炒鱿鱼 被人拒绝 这些都说明你不够聪明或是天赋不足 而在发展的世界中 失败只是还没有完全成长 还不足以匹配自己所看重的东西 这只能证明你不过尚未发挥自身的潜能 德维克还指出 这种天赋与生俱来的想法 对大多数人来说 极富浪漫色彩 很难从潜意识中消除 自认比他人高明的确感觉良好 连影视书籍都热衷于刻画体育天才 政治领袖 艺术巨匠这些伟大人物 是如何从小就出类拔萃的 虽然令人着迷 但这种想法却与我们成长无异 因此许多所谓积极的自我肯定 很可能在无意识中强化固定式思维 让我们自认天赋一柄 生而伟大 然而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观点 失败就会成为令我们产生自我怀疑的威胁 而不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正如伯纳多身上所发生的那样 仅仅因为想法没能成功推行 就使得他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 平稳过渡在创意实施的过程中 每个环节都可能面临阻碍 但各个环节之间的过渡却往往是最大的挑战 从一次创造到二次创造 风险通常无处不在 这就需要我们决定金钱与人力的资源投入 以及在放弃之前需要做多久的尝试 过渡期不仅需要谨慎的成本收益分析 也需要果断的行动力 为了在一次和二次创造的过渡阶段 做出正确的决策 我们必须首先明白 有时无所作为的风险远远超过失败所带来的风险 当我们不能有效地将想法付诸实施 不但有可能引发下降式螺旋 而且也会使得未来所能迸发的想法大量减产 无论是单打独斗的创业者 还是大型公司都是如此 无论是密尔顿 赫尔西还是比尔 盖茨 在他们取得如今众所周知的成功之前 都曾见证了自己第一次创业的失败 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已经在二次创造阶段形成了尽快失败的默契 这些公司的上级往往把失败当作成长和学习的途径 而不会从此停滞不前 因为这些人明白 想要做成一番前所未有的事业 革新过程中不可能事事如愿 遗憾的是 许多声称要拥抱失败的公司仅仅是口头行为 实践过程中 他们依然不断给自己的雇员加压 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 并希望以最快速度达到完美无缺的成功 而这种方法 无疑是在鼓励创造捷径 而不是激发革新 所获得的也只是给投资人 以及高管一种看似成功的表面现象 不久前 数字世界涌现出一批增长黑客 growth hacker 就是所谓利用各类复杂的数据分析 来增加展品曝光率 以及销量的专业人才 然而 这批黑客所做的 却是人为购买一些体现社交媒体火爆程度 以及覆盖率的指标 比如粉丝数 来虚掌数据 这些手段并不新鲜 多年以来 一些作者不就是一直靠着回购自己的作品 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吗 但这些捷径存在的法律及道德问题 使我们忽视了他们所带来的最大隐患 其实是掩盖了真相 因为购买力和参考数据体现的不仅仅是增收与否那么简单 这些数字会告诉我们客户是否确实接受了产品革新 正如罗伯、阿斯加尔在《财富》杂志中所说 如果你真的打算接受失败并从中汲取经验 你就不会考虑走捷径 甚至还会对这种小聪明产生抗拒 因为它会干扰你判断什么是有效的 什么是无用的 创新型公司明白 尽快失败并不意味着有意失败 它更倾向于再一次和二次创造中间产生一个平稳过渡 使得二次创造更加行之有效 并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大型公司甚至还有特定部门来负责平稳过渡 因为它们能够承载偶尔的失误 以及长久之后才开始盈利的想法 对于创业者个人来说 平稳过渡的花费最好提前包含在预算当中 尽快失败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能让你尽快掌握数据 从而找到解决方法 爱迪生的一个著名结论就是 我从未失败过 而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万种行不通的方法 听起来有些极端 但这就是科学实验的实施过程 如果科学家没有将不奏效的结果加以排除 那么新的药物以及其他治疗手段 也不会被发明出来 其实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的过渡 最好被看成绝佳的试验机会 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数据 不会比成功和失败带给我们的少 其中将这一新型实验做得最成功的 当属美洲杯翻船赛冠军美国甲骨文队 以及世界领先的飞机制造商 空中客车公司之间的革命性合作 即便航海和飞行是两个看起来根本不搭边的领域 空客的工程师也一直致力于帮助甲骨文队 研究出一款与众不同的竞技帆船 正如公司在其官网中所声称的那样 作为甲骨文队的官方创新合作伙伴 空客的科研专家十分乐于分享 他们在空气动力学、检测仪表、模拟实验、合成材料、结构 液压系统以及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与此同时 在与世界顶级的翻船队合作期间 我们也从他们为捍卫冠军而采取的创新科技中获益匪浅 毕竟 在世界体育竞技中 起源于1851年的美洲杯翻船赛 毫无疑问是最难折下桂冠的赛事之一 也是当代最古老的赛事 与之前的赛船相比 双方合作打造出来的新样板拥有更加坚固的主翻 与机翼类似 能实现水面上的半腾空航行 因此阻力大大减少 顺风时速度可提升2到4倍 空客对于创新结果的有效推广成功 使得创意卖上前所未有的新台阶 并通过与甲骨文队的合作 加速了自身的研发进程 这就是我们优化空中客车机翼的方法 试验和评估对于推动创新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并非所有实验都需要像甲骨文和空客一样惊天动地 它也可以是邀请客户来资助上不完善的样板 以此还达到了供单风险的目的 如果说保持一次创造到二次创造平稳过渡的难点 在于通过大量实验及时纠正不足 那么从二次创造到潜能的再激发 则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广创造结果 而不被当前的成功冲昏头脑 只有这样上升螺旋才能被开启 上升螺旋每个企业开启上升螺旋的方式各有不同 但有一些条件是必备的 除却之前谈到的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失败 创意实施的各个环节需要平稳过渡之外 几乎所有成功掀起革新浪潮的领导人 都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以及果断的决策力 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 舒尔茨曾在《个人传记》将新注入中描述了 在贫穷中长大的自己如何一步步努力奋斗到了大学 在他看来工作不仅仅是提供经济保障 甚至不仅是为了他童年时期渴望而不可求得财富 他想从事的是自己真心热爱并愿意去追求的 任职于一家低律式咖啡机公司销售部经理的舒尔茨 最初接触星巴克是源于两家企业的贸易往来 舒尔茨在买下星巴克之后 将仅有三家店面的星巴克扩展至全世界的21000家连锁店 而这一全球战略的灵感来源于他在意大利时看到了当地咖啡店为顾客营造了何等享受的氛围 然而星巴克的迅速崛起及其总裁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舒尔茨甚至在放开手脚做出一番事业之前 曾离开过星巴克一段时间 因为高层对他开拓全球市场的想法嗤之以鼻 舒尔茨寻求融资之路也曾崎岖不平 由于业务不断拓展 星巴克也同样面临产品质量下降 销量为米不前的挑战 实际上舒尔茨还曾买下过西雅图超音速球队 后因连年亏损将其卖出 球队也不得不迁出西雅图搬到了俄克拉河马城 但正是因为舒尔茨对事业的追求才没有使得这些失败将他置于螺旋式下降的境地 2010年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曾说 如果你对自己身处的行业没有百分之百的热爱 当困难袭来之时成功也可能随之远去了 舒尔茨还致力于将星巴克打造成为人人想来的公司 这同样是开启上升螺旋非常重要的一环 吸引并留住能够一起共事的人才 不久前 我曾和一家未知名航空公司做飞行测试的工程部门的相关领导进行了交流 该航空公司要求他的团队在飞行测试期间 给机身安装上千台传感器测量风速、气压、温度等一些有关飞机性能的重要可变因素 在试验期间 所有工程师都面临巨大的创新压力 虽然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研制出了成本更加低廉的传感器 用于测量航空公司最感兴趣的几个变量 但整个部门平日里的工作氛围却十分压抑 从而导致一些能力极强的工程师在跳槽机会来临时选择了更加舒适的环境 试想一下 倘若设计公司选择一些奖励机制、鼓励员工 而非用严格的期限压迫员工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需要强调的是 大脑化学物质面对、获得与失去将是截然不同的反应 创新型公司的老板应该明白 创造力与其他能量一样 给予更多的时间和奖赏一定会比不断加压收效更好 另外一个确保螺旋上升的方法就是 除了坚持推广创新结果 还要不断地考虑如何开拓市场 实现多样化 2006年迪士尼收购皮克斯 不仅使得后者有了更为充足的运营预算 也为前者公司的其他部门注入了新的活力 此后 不仅皮克斯制作的电影一如既往地成为票房保证 连其他的一些电影例如《冰雪奇缘》 也屡屡在同期电影中拔得头筹 前文提到的空客与甲骨文队的合作 通过将一个领域的技术 转嫁至看似不太相关的另一产业 从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颠覆性革新 事实上 推广你的创新不仅可以增加收入 还能拓宽未来的无限可能 不仅仅只有在研发方面的投入 能够开启螺旋式上升 上述例子中的合作同样可以 并且通过互相交流 最终能够影响整个世界 还有一些保持成功螺旋 呈上升事态发展的方法 留住创意 减少控制 通常企业收购完成之后 收购方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重组目标公司 撤掉职能重复的岗位之后 将剩下的职员并入母公司 或是反其道而行之 随着规模的壮大招兵买马 以此扩大市场份额 而实际上 真正的创新 无需有这么大的动作 哪怕新招来的人 再天赋一柄也不需要 如今创新型企业 在收购完成之后 会给予目标公司 更多的自主权 例如脸书在2012和2014年 分别收购的Instagram WhatsApp两家公司 如今都作为独立的部门 在其手下运营 自我净化 许多教育家以及艺术家 都倡导定期进行心理 以及精神上的自我净化 以便为新想法腾出空间 就像是电脑硬盘 需要定期清理储存新的数据 奥托 夏默还曾提出过一种 所谓的U型理论 它指出过去 我们始终遵循的直线型方式 这样只会一遍又一遍地 得到我们已知的结果 而创新的过程 则是依照U型线路 首先需要我们潜入 自己内心深处 才能带着新鲜的想法 最终上浮 在夏默看来 为了创造一个神奇的新世界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 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意志 当然还有其他的 自我净化的方法 比如 有的人喜欢在日记或者录音笔上倾图 有的人靠与他人或导师谈话 还有一些人觉得冥想十分有效 后面的章节我也会详细讲到这一方法 不管哪种方法 当你安静并放空自己的时候 创意自然会随之而来 建立以事实为基础的自信 以事实为基础的自信 就像练成后 永不消退的肌肉 它会随着你现实成就的累积而不断增强 牢记这些履历 实际上是在为未来的成功投资 而一旦大脑进入逃跑 还是战斗的本能选择模式 过往战胜困难的记忆 很可能一笔勾销 因此好好珍藏那些 克服了看似不可战胜的困难的时刻 同时在治理公司的时候 好好运用这些积极参考点 以事实为基础的自信 将会使你勇于做出大胆而果断的行动 从而保持螺旋上升 有效评估 如果想要最大程度的 从失败和成功中汲取经验 就需要准确判断失败和成功的根源究竟何在 只有用强烈的好奇心去挖掘 并且如实记录下过程当中的发现 才能避免失误重现成功 评估一定要有清晰的标准 并且坚持一以贯之 不要停下自我评估的脚步 只有这样你才知道 自己是否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在培训高管的过程中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成功案例 如果我们想要加快成功的脚步 就必须以成功为师 原因很简单 仅仅研究贫困人口 无法了解千万富翁 想要获取健康的秘诀 也不能总在疾病当中找答案 同样 想要成为成功学领域的专家 自然不能只分析失败案例 及时纠正 评估不仅仅发生在革新之后 过程当中的评估就是为了让你尽早面对好消息和坏消息 从而及时做出回应 2008年 星巴克在经历了奇迹般的扩张之后 销量开始下滑 舒尔茨及时发现问题 并决定将美国超过7000家店面的营业时间缩短三个半小时 用以培训员工提升手艺 虽然从全国总体情况来看 经营状况并未好转 但销量和股票却开始强力地反弹 培养融洽的关系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说 功劳之争对于创新来说是致命的 因此一定要营造同心协力的氛围 人人相信老有所得 不要让敌对的情绪蔓延 及时找出误解所在并第一时间解决 保持成长型思维 前文已经证实 脑内化学平衡对于保持创造力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要确保自己的大脑 专注于积极的参考点 理智地面对成功与失败 失败不是否认你个人价值的标志 也不能作为你思想的评判 甚至成功也不可以 两种经历都是成长 学习 历练的机会 如果你不曾尝试 就永远无法了解 因此要学会通过成功与失败积累经验 这些技巧听上去很简单 大部分操作起来也是如此 但实现它们需要我们达到此前从未有过的自控能力 在下一章我们将谈谈如何掌控自己的思维 感谢您用宝贵的时间静心收听 80有声书频道 第四章 改变 螺旋上升还是螺旋下降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五章 创造力还是自控力 如果您有喜欢的书籍或者有任何宝贵的意见 请您留言分享 订阅与点赞 期待下次再为您分享书籍 请不吝点赞